根本就是靠这个黑科技才能打破世界纪录 那究竟比赛上使用配速灯是否是作弊呢? 而今天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配速灯 是指一系列放在跑道两侧的LED灯的配速灯 大家好 尽管2023年是仅仅过去一半 但就已经成为停经史上最精彩的其中一年 因为有不少世界纪录都被打破 尤其是中场跑 但但在6月份 中场跑就已经有4个世界纪录被打破了 对比起短跑的100 200公尺男女子世界纪录分配已成分10多年 及30多年来说实在是相差甚远 而刚好最近长跑界推出了配速灯这个科技后 世界纪录就不断被打破 不仅令人觉得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 实在太巧合了 所以有些人觉得运动员 根本就是靠这个黑科技才能打破世界纪录 那究竟比赛上使用配速灯是否是作弊呢 而今天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配速灯 是指一系列放在跑道两侧的LED灯的配速设定系统 目的 是帮助跑者有更好的配速 及给观众有更好的观看体验 时间先回到2020年 当时配速灯手是被允许能在国际比赛上使用 在2020年8月14日上 乌干达的Josua Chapter Guide 以12分35秒36 打破了乘风超过16年的男子5000公尺世界纪录 而在不到两个月后 在11月7日Josua Chapter Guide再次在配速灯的协助下 以26分11秒整打破了乘风15年的男子10000公尺世界纪录 而且在同一天中 一手比亚的Latison Bat Ditti 以14分6秒62打破了乘风12年的女子5000公尺世界纪录 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 先后打破了伊利布岛超过10年的世界纪录 不仅念绝的是配速灯招救了这些世界纪录 之后世界纪录不断被改写 2021年时女子1万公尺的世界纪录录都被打破 而对于配速灯的讨论度也逐渐上升 而到了2023年6月时彻底盈拉的大爆发 首先是在6月2日时肯尼亚的Fate Capricorn 以3分49秒11打破了1500公尺的世界纪录 而在一周后的专时临赛巴黎战上 终于盈拉的爆发 先是在6月9日的晚上8点42分 举行的男子两英尼比赛上 挪威的亚克·英格·布克森 以7分54秒11打破了两英尼的世界最好成绩 在9.24分的女子5000公尺上 Fave Capricorn也14分5秒2打破了女子5000公尺世界纪录 而在10.32分的男子3000公尺障碍上 伊索比亚的雷美克·格玛 以7分52秒11打破了乘风将近19年的世界纪录 在不到两个小时内打破了三个世界纪录 这真的太过夸张了 所以引起了非常多人讨论 反对的人主要持两种观点 第一种是对以前还没有出现佩苏登年代的跑者不公平 第二种是觉得严重损害选手们的经济性 以前没有佩苏登时 想要怎么跑完全是由选手们决定 令比赛充满不确定性 但如今却是选手们只按着佩苏登的速度平稳前进 失去了以前的竞争性 甚至我看见有一个蛮有趣的留言说 经历加短跑比赛的塞到两旁 安装电风扇 刚好把风速弄到2.0 也能合法地帮助选手们提高成绩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佩苏登无影能力选手们提高成绩 因为可以及时反馈给选手 当下的速度会否太快或太慢 而且世界纪录的确是在佩苏登面试或不断被改写 至于佩苏登究竟是否合法吗 我们根据国际田园的6.4.8 的接向允许使用的规则 电子灯或其他在比赛期间 能显示渐进时间应用的东西 包括相关的纪录 意思就是说佩苏登是合法的 而争论点就在这里了 因为2020年是佩苏登开始在比赛上被大量使用的一年 而刚好这条规则 是2020年世界田径总会新增的 所以如果在2020年以前 在比赛上使用佩苏登是非法的 这也跟你反对的人更加不满 因为好像是为了引合佩苏登而随便更改规定 而支持的人 却觉得因为社会是会不断进步 而20年后的科技 肯定是会比现在发达的 难道20年后的运动员使用那时的科技去比赛 我们也要反对 仅仅是因为我们出生的太早 而无法享有这些科技吗 我对佩苏登其实没太大意见 因为两边都各有道理 但我觉得新的科技 一定不能触及一条底线 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因为运动的本意 是触及身体健康 如果为了改善成绩而是生运动员的健康的话 那就不能接受了 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认为佩苏登 应该要被禁止在田径比赛上使用吗 或者大家对今天影片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并且分享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